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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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看看第九场 三班的一千短途赛 这场就说有些很大冷门进来的 不过大宜文是四暖在你心 他都挺有信心的 马其实以往失望了 到上季尾就赢了几个马位 加了他10分 都未证明一只很厉害的马 但今天的票很厉害 他赢完四月赢完之后 没有出赛 又弄了脚 结果去到差不多 临跑之前在松化市一货集 不过动态就看到了 试完那货集回来 潘论已经拿去了 原来已经很快 这晚赢马不是他赢的 之前田泰安赢的 信心很足 旁边是士兵通 今天比较失望 不过这晚没有进博 是这样的 留意在外面那只紫色宝 那只快博 早段好像输一条街 试二集都没什么看 真是 你让他内难有位逐步加速 别介意 我马上了他做跟进 为什么呢 有些他的背景要说 好 稍后可以慢慢说 因为你逼会长之星 就不是开玩笑 会长之星很适合 当然了 会长之星赢 还是很快 很时间的 甚至然后又赢了 其实会长之星也算是这样 第二名 其实会长之星这场 组断的处境不好 不是 一般的 毅多福也不知道 会否继续跟进去 我暂停了很久 这场的速度 这场的速度也不够 里面那两只快 不是他没有着意去抢 是 所以软软在你心就很好 唯多福不抢 没错 好 看看第九场分段时间 头软软12秒45 第二软软21秒33 每软软22秒83 总时间是56秒61 乱在你心就不奇怪了 因为上季是赢了 而且都说看到一些动态就是 哇 七驹无神潘顿都拿了 想都不想 就是这些大骑士去拿马骑 你看到他的心意 还有今场就是这样 结果暂时来说 看来跑马地一千 他对比一千二还好些 但怎样这么厉害 买重发操 他都要收封了 就知道要拿 连续两货拿了 快到的 或者可能威哥商量完之后 觉得可以给潘顿跑 我想潘顿去骑女健威的这类马 就算加财也好 那天真的不幸 起不了步 也算是信心的保证 看看骑练方面 有时用哪些骑士 其实明显见到今季 威哥都挺主用了何宅瑶 影子主帅 另外潘顿也是主要机会马 都交给这位的外籍大师傅 快博有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老实说 看他赛前 潘顿试乘的 但是 没有骑 他都选了暖在李森 暖在李森 他都很确实 所以我会对暖在李森 信心大很多 而且快博 他跑了都不是少的 即是跑了七次 他来香港之前 他没有用过这招 即是没有试过流到这么后跑 想不到一条直路会追到上来 那这场马 老实说 不算准备得好 都做得到 你逼会长之星 那如果用好一点的跑法 或者好一点的档位的话 摆在前走 应该的威力更强 也不一定 立即抹下距 下次未必都会赔得 那我们先看美场的赛事 美场是三班千二的 但这一场赢的赛是50 正本欢心 很积极的出门的时候 起步最慢是明欣赏 其实这一轮 今季潘顿都很耐力 这些位置已经很吃虧 但他也很吃虧 是的 他很用心来跑 马又没有分 位置又不好 那落很多飞 那一笔白衣的偏六 天鹿又怎么看呢 我真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多飞 他都会跑不回 因为他年纪大了 已经给了几次机会了 不如说前面放头那只好 正本欢心 上次巴道是不放 放 OK 我们是最后也在说 放就赢了 那马有什么跑法 当然是放的 那时候就不放 你喜欢放 不喜欢不放 那就真是困难 怎料你何时放 什么时候不放 巴道是放过赢 他上次不放 我们又不知道 所以这些就是 起步就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另外一位上来的 之前很早期的时候 都有跟进過 就是加州一宝 个63分评分起步的马 它也是 跟快波一样的 在外地都没试过用这招 原来后想都可以 外面冲 不过这样 他是后想而已 但他做起上来 没段时间就不及快薄 就是识追一下 看一个时间就知道了 初年23月50 第二年22月27 每段24月08 总时间是1分9秒85 所以看没段时间就知道 慢得很紧要 所以加车日宝的追 是追 但不是很强烈地追 里面那匹的明欣赏 刚刚看到在后面 拉斯慢慢逐步加速 就抢了个第三名 天鹿就跑了个第四 其实除此之外 譬如好像下很多票 电讯超班 其实赛前都觉得 会不会一档形势 可以近一点回来 不过今场就没什么 特别东西可以看到 他走了迈奈兰 追了几步 但追追下 又没有预期那么厉害 如果事后想起的话 田泰安可以骑的 他都没有骑的 他都骑了加州日宝 最多我这么说 但之前看 他初出那场 又真的跑得不错 看看之后怎么样 但我觉得三班 照计 他稍为进步一点 应该都足够的 好像萨莲巴那些 就不是太特别 知道必成个赛前 都很喜欢这一辈子 不过跑下去 就好像 迷太合乎我自己预期当中的成绩 他都不知道想怎样 他又不是出去放 他又不是去留 他又住在四碟那里 好像游车河那样 这些我们就说了 当骑的那个 他抽到这样的档位 看着自己要背着这样的绑 是很大机会 是不知道想怎样的 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是 等你说 好了 这期我们有赛后今晚的 卡山看到今次就选择健康美丽 今次冲得多好啊 那他的路程就勉强少少 也都在直路那里找位 可以留意一下 他都没有位的 那没有什么用边 那也都就是你看到 大势意去 其实有积极性都不是很强 了一下了一下 回来第六 那他这个路程其实有点面 至少今季是一轮的 那我想他要加少路程 长多二百四百都没问题 起码长多二百先 我就选择了快博的了 刚才也说过了 他背景上 因为他今天的表现 跟他在外地有点不同 因为他在外地赢三次马 都放在前面走的 原来收拾有这招 包尾式追上来 真是意外惊喜 还有今次最重要 赛前潘顿试过习武骑 还有有点缺货 很多东西加起来 还有试习表演不算太吸引 所以我觉得他就没说准备好了 但是居然都有这样的表现 今天冲上来 你逼那只不是一般说 没有什么开绩的马 会长之声 赢上名的马 水准是很高的 下一次半顿骑 没那么好价钱 不过会赢的 至于我选择第七场的 幸运流水 其实大家都看到 在最后很多意外 又是红 又影响到其他 例如大众开心 和幸运流水的两个赛事 我都喜欢 不过看到幸运流水 在这场赛事 在开变就慢慢来闪 就令对手方面两个双双 就失去了头马的机会 我觉得再次出的话 亦都可以看回 行运流水的走势上 可不可以再跑得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大众开心也好 行运流水也好 两个都不妨加入 你赛后跟进马的其中一选 至于其他赛事 想再次看的话 不妨上回我们马鱼的马鱼看吧 另外下期赛事 也继续去谷草赛 是回复正常 回复正常 还有阅阳赛 我们下期再度研究 再见 再见